印度说 只要这个水坝你敢盖的话 我就武力相向 你盖水电站 拦截雅鲁藏布江 我就打你的三峡大坝 所以现在中国要跟尼泊尔合作 真的是要掐住印度的喉咙 印度全部都靠这些河疗在活 如果这些地方通通发电的话 它的发电量超过两个三峡大坝 现在大家都要抢这个 如果通通被中国抢去之后 印度就完蛋了 中国跟印度现在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另外一个冲突点 竟然在尼泊尔 我们之前讲到的 本来中国要帮尼泊尔盖一个水库 但是在印度的压力之下 它现在停止了 但这个合约还在角力当中 印度很紧张 印度说只要这个水坝你敢盖的话 我就武力相向 为什么这个水坝对印度这么重要呢 2018年 全世界最危险的潜伏地区 就中国跟印度会不会打仗 这一次 中国咬到了印度的河楼 其中关键角色 黎柏尔 黎柏尔 好 其实最近印度做了一个说明 他们说猎虎五行的飞弹 试射成功了 你可以打到北京的 这不知道 看一下 注意哦 它的射程是五千五到五千八百公里 五千五到五千八的范围是这个 也就是说 中国每个地方都打到 中国每个地方都打到 而且 它放话说 你盖水电站 拦截雅鲁杖布江 我就打你的 三峡大法 所以三峡大法不是台湾讲的 对 是印度讲的 但是印度讲这句话 我告诉你 像庄五箭 意在佩工 这句话 根本不是讲雅鲁杖布江 是哪里 它讲的是 黎波尔 它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真的要跟大家先讲清楚 雅鲁杖布江 现在中共在这个转弯的地方 好 转弯的地方盖了一个水坝 但是我告诉你 第一个 雅鲁杖布江水 只会影响布拉玛普拉特河的水 对不对 但是 第一个 这个河对印度的影响不大 第二个 这个河的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世界雨区 全世界下雨最多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你把我拦了之后 我这里还会下很多的雨 水还够 不在乎 印度人最怕的是 恒河 这条河是布吉干达河 注意看 这条河 它影响恒河多深 枯水期的时候 它供应恒河71%的水 风水期 就是你很多水的时候 它供应它46%的水 也很多 也很多 就说恒河的水 是印度的命脉 而被布吉干达河操控的 现在中共在这里投资 25亿美金 700亿台币 建个你知道多大的水坝站 多大水坝站 1200兆瓦的水电站在这边 好了 印度想完蛋了 你弄到我咽喉 我要 这里就被你吃住了 变成说 你开夹 我就淹大水 你封夹 我就干旱 因此印度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印度扶植 这是尼泊 注意看 这是珠穆拿满风 这里的水 啪 下来非常丰富 我们熟知的 钢人波西风在这里 结果我告诉你 印度就 把 清印度的派 弄上来当总理 所以 总理一上任之后 去年11月就说 对不起 停 停 这个暂停 结果没关系 12月24号 这个尼泊举行大选 清中派大胜 清中派大胜 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辞职 三分之二 难怪有人讲说 这个水吧会起死回生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现在中国要跟尼泊尔合作 真的是要掐住印度的喉咙 好 我告诉你 难怪印度这么生气 而且还没完 注意哦 这是 我刚讲 这喜马拉雅山 对不对 苏木拉房在这里 开玩笑 他们说这个地方 有多少条河流 印度全部靠这些河流在活 他们说如果这些地方 通通发电的话 它的发电量 超过两个三峡大坝 二十个湖湖水坝以上 现在大家都要抢这个 如果通通被中国抢去之后 印度就完蛋了 所以 所以真的关键地在这里 对 我跟你讲 记不记得去年 中国跟印度边界 不是绕纠纷吗 没错 一栋朗地方 通往 针锋相对 通往这双 你知道李波做什么事情 他总理立即就写信给北京 给印度 说我中立 不敢设入 但是他的信一发出 一说他中立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印度的外交部长 马上就飞了李波 你中立很好 但是我来看你 就外交部长脚一走 中共干脆派副总理汪洋 也飞过去说 我来看你 你中立很好 我跟你讲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在哪里了 你注意看 李波尔的边境在这里 这里都是喜马拉雅山 他出不去 他所有的贸易 都要经过印度 然后到印度洋 现在印度只要你不听话 我就把你封锁 封锁边境 1988年 李波尔向老贡买武器 印度说你不要买 李波尔说我要买 啪呀一封锁 1988年封锁 你知道多少 13个月 李波尔投降 那为什么投降 他连药品都没有了 不能进不能出 不能进 他要不进 2015年最近的事情 2015年他跟老贡签 丝绸之路 印度说不准签 他说我要签 一签啪又封锁 封锁六个月 我告诉你 你那时候如果去爬珠穆拿马旁 你会发觉到 整个李波尔 你看不到车子 你知道为什么 没汽油了 一报封锁 汽油通通 所以这一次 这一次亲中的奥利 大胜 注意看 这奥利跟习近平握手 奥利这次大胜 他要当新的总理了 他势必要让老贡 你帮所有的水电站 我给你 给你之后 老贡就切到印度的咽喉 从此印度竞争去下风 但是老贡 必须要提供他新的援助 新出路吗 我帮你修铁路 修公路 以后你所有东西 不用进回印度了 不用进回印度了 我在喜马拉乡 你开路 你铁路公路 从我中国出去 这个时候 他 尼泊 将不再是印度的禁卵 将不再是印度的附属 在这个地方 喜马拉乡的政治局势 将起精通便利的 新情势 新变化 他在青藏高原 刚刚讲到的 在雅鲁道木江 在怒江 在烂山江 这些大的江河上面 盖了大坝 盖了50座大坝 这一讲说 三峡大坝已经够大了 不 跟他们比起来 三峡大坝都是小儿科 没有想到 这些大坝一一落成之后 真的慢慢掐住了 中南半岛水资源的咽喉了 是的 包含了印度的智库 跟美国的智库 都曾经写出来专文报导 他说21世纪最大的战争 是水资源战争 而且全世界5万座大坝里面 保洁猜猜看中国占了多少座 多少 两万五千座 刚好一半 也就是几乎所有重要的淡水资源 都因为青藏高原 跟喜马拉雅山往下游的关系 中间有一大半被中共给 钳制住了咽喉 这么可怕 你想想看 喜马拉雅山未来 包含了印度跟中国 预计要盖500个水坝 它32个重要河谷里面 有超过23个以上 全部都盖了水坝之后 天啊 现在有个大问题 之前我们讲三峡大坝 有很多人讲说 这造成下游的生态改变 甚至造成的地震变多 没有人知道 如果你在喜马拉雅山附近 盖了500个大坝 生态会遭到多大的问题 而且看到中国 它开始盖大坝之后 现在印度也要盖了 尼泊尔也要盖了 巴基斯坦也要盖了 布团也要盖了 也就是当你掌握了 水资源的上游部分 大家都要建水坝 如果再从这张图 看得更清楚了 魅公河的上游滥沧江 而在陆江下面 萨尔文江 也只要控制了 这些水源地 整个中南半岛的水 就是被中国所控制了 不要说中南半岛而已 包含了印度 你的我们刚刚讲过的 陆江跟我们之前讲的 伊洛瓦底江以外的 雅鲁帐步江 这两个地方 都是流到印度次大陆 那你在源头把它拦截了 还要怎么办 所以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淡水资源 已经不够了 结果中国刚就像 盖万里长城一样 沿着边界整个几乎把 喜马拉雅山融化流下来的血水 都拦住了 我在这个地方把所有的水给拦下来 所以你看画面上 原先喜马拉雅山的冰川 已经因为全球暖化 加速融化了 结果现在有更大的问题 它每一个地方几乎都被 中国的大坝给拦阻下来的时候 水已经变少了 又被拦下来 而且再加上全球暖化底下的气温也升温 都是水坝 对那用这个样子你就看到 它根本上就是沿着国境线 来在领土以内拦截所有的水资源的时候 那下游怎么办 下游对中国来讲不重要 我只要掌握了水资源 这比南海的油资源跟能源资源还重要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新一个世纪的水资源大战已经开打 之前中国跟印度在习近洞朗这个地方 有双方针锋相对 双方有冲突 后来这个紧张气氛解开之后 但中国没有放过印度 我们能讲到的 它已经把雅鲁藏布江给拦住了 它已经把恒河上游的水给截断 这个主要支流截断它还不够 它现在竟然还跟尼泊尔合作 现在它已经帮尼泊尔盖好一个水坝了 现在如果再盖了第二个第三个 不但是整个恒河的主流都被中国拦住 连支流都会被中国一个一个的截断下来 中国现在更狠的是 整个青藏高域的水 我一滴不要流在外面 我不但是一滴我不要流到印度去 甚至它现在开通打通一个通路 要把它送到新疆 也就是青藏高原的水 宁可送到新疆也不到印度 好 创下 我们之前讲到了中国跟印度在动脑这个地方 双方兵戎相见 大家互不相让 这样的一个冲突 虽然危机解除了 但我们现在要注意到小西方式 中国现在更狠了 中国现在真的一步一步的 把印度的水脉给截住了 除了之前 除了那个藏木大坝将主流给截下来以后 它现在竟然跟尼泊尔合作 在支流的部分 也是一个一个阶段 一个一个不让它流到下面去 它等于是未来 印度要完全仰赖中国吗 所以中国对付印度 又出了一个最狠的一招了 它要出的是让你滴水不漏 让你印度寸草不生 以后你的阿兵哥 连丢石头的利器都没有了 这太夸张了吧 因为它现在又在尼泊尔那边 直接的说我来出钱 我来帮你盖水电帐 我来提供你免费的电力 然后结果它要出院了 已经花了16亿 帮尼泊尔盖了一个水坝了 然后现在又在签24亿 40亿的美金 通通丢掉下去 我帮你盖水坝 结果我让你整个印度 连一滴水都没有了 中国这么好 它这个出钱出力 出材料出技术 帮尼泊尔盖水电站 所以反正你知道中国 为了要掌控印度下面的水源 它先在这边 整条亚鲁丈母江盖了丈母大坝 还有总共有五六个 同样规模的大坝 盖了以后把你水给拦住了 这恒河是印度的生命之河 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水源 结果保险你看它在上面 它最主要的一个上面的上游 是布拉玛普特拉河 而布拉玛普特拉河 在上面的上游 就是亚鲁丈母江 是亚鲁丈母江游 流到了布拉玛普特拉 再流到恒河去 所以中国就在这个大峡谷 林芝 拉萨 日克子这边 盖了像丈母大坝 这种规模的水坝 树石座 把你水通通给拦住了 所以你说这一个红点 就是一个大坝 这一个大坝 就一段一段的把水给拦下来 而且还不止如此 它做了一个拉洛工程 这上面的39条支流 我通通的把你水 也给你给拦下来了 所以现在布拉玛普特拉河的水 已经被中国给控制住了 被中国控制 这个控制过后 中国还觉得还不行 因为恒河这边 在这一段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尼泊尔这边 有很多水流可以过来 有些支流过来 有些支流过来 就是中国说连这边 他手都要伸到尼泊尔这边去 他也要帮你把这些水坝 给弄起来 难怪印度会这么样的愤怒 你已经把我的组支流 不拉吗 我的拉河给拦住了 现在 导播我们来看 现在从尼泊尔这边 也有一些水系 而这些水系顺流而下 也会灌注在河上 你现在竟然也在这个地方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都要盖水坝 是的 其实最早的时候 印度发现说 当你在亚义当铺 把我水给掐住的时候 印度就想说 那我一定要 要想办法来控制黎博尔 因为保护你看 这边就是黎博尔这边的水系 从这边可以进到印度这边来 所以印度变得很大方 他跟黎博尔讲说 你们这边缺电对不对 但是你有水没有关系 你们没有钱没有关系 我印度来帮你盖水坝 印度一开始一开口就帮他的 这14个计划是印度提出来的 所以印度说我要帮你盖水坝 我帮你盖这些水电站 然后水我们一起用 然后电免费提供给你黎博尔 条件是很好 所以黎博尔就这样倒到印度那边去了 印度就说我这样子 就可以去牵制住中国 这样子我的水源 就不会被中国控制了 但是结果印度保护 他的14个水坝到现在为止 只有第一个水坝动工了 还没有完工 另外13个水坝遥遥无奇 所以中国就看到说 在这种藏男地区要盖水坝 不是你这印度人随便盖的 中国在2009年就伸手伸进来了 他就选了一个叫做扎里墨牙水坝 16亿美金就丢下去了 我来帮你盖 结果黎博尔说真的行吗 保护真的 结果中国就把这个水坝盖好了 因为在藏男这边盖水坝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因为保护为什么困难呢 你说印度开了支票 印度的支票都不能兑现 结果没有想到中国后发先制 后开发 后斗工的水坝竟然完工了 为什么你要保护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说它是印度板块 跟人家亚洲板块冲的地方 所以它造山运动是非常频繁的 所以这里的断层弹 这里面的地质是非常破碎的 然后里面我们知道说瑞士 不是有那个圣哥拉的隧道吗 还有73个破碎点 在这里每个地方一旦撤下去 120几个破碎点 都是破碎点 都是破碎点 所以你要在这里面 你要盖个水坝 已经是非常困难的 你要穿山凿洞 尤其你要盖水电站 你要花两三百公尺 挖到里面的地下隧道 然后里面要装大型的发电机 而且这个破碎点 你可能在挖的时候 随时都会崩塌下来 而且最可怕的是说 藏南地区也是世界上 雨量最大的地方之一 雨量很多 一年有时候是三四千公里 三四千公里 所以它这里面 随时会有土石流 随时会有像我们国道山 那个滑坡 所以你在这边施工的时候 一不小心整个就坍塌下来了 所以印度根本不知道 该怎么去处理 但中国说没有关系 中国又用了九个字的自觉 慢进尺 缓爆破 然后强支撑 它要一点一点的挖 一点一点的挖 然后是那个非常微弱的 算得非常精准的爆破 一个洞一个洞过去 然后中国用他们战备钢 战备钢都出来了 支撑你所有的霸体 它的钢筋一打 都是五十七公尺的地基 深深的把你给撑住 而且你看最恐怖的是说 中国还要做这种 水量最大的拦住的 环形霸 因为环形霸 你的整个支撑是最难的 所以中国在弄的时候 它还有无人机在上面 然后无人机在上面 你的水壩体放了很多的电线 去侦测它的温度和那个 因为你水壩在 整个水泥在淋住的时候 温度是要控制的 中国就是做这个控制 它用无人机来控制温度 用无人机还有用电脑在那边计算 而且最难的是说 它还用的是过去马邦的技术 马邦 因为你在那边灌水泥 你的车子也很难对不对 它在用直升机无人机拉了一些钢锁 然后流龙吊锁 流龙吊锁从上面 慢慢的一点一滴的 把水泥给你灌下来 所以中国就告诉你说 印度你呢 虽然承诺了14个 你盖不到 现在印度更火大就是 你今天青藏高原 是我印度的上游 你现在把我的上游给拦截了 我现在用多少的水 都要看你的脸色 更夸张的是 中国有一个计划 竟然要将青藏高原 这些水源一滴不漏之外 竟然要送到新疆 中国这样甩锁保健 你看发电之后 水冲过去 冲过那些特品之后 你水还是要流下来 就中国说 连这一水 我都不给你流下来 所以中国国家科学院 提出了一个计划 而这个计划 本来在2006年之后 国家科学院院士提出来的时候 当时水利部长说 你这是胡说八道 这是做不到的 水利部长下台 中国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他们就一定要想尽办法 所以他们现在真的就有 决定就是在 莫托那边也不是盖一个大的水坝 然后中国为了这个莫托 一方面出兵印度方便 另外一方面盖了一个 全世界最难的一个公路 七十几年没能盖成公路 中国把它盖了以后 结果保健 他们从这边开始 莫托开始 莫托 要拉着顺着 牙口托布江的河谷 然后顺着青藏高原的 青藏铁路的那个路线 然后到了那个核套平原 直接进到塔克拉玛干 将来这些剩下的水呢 他的水要进塔克拉玛干 对 我剩下的水 我通通把你引过去 引到塔克拉玛干这边去 他们说要让塔克拉玛 这太过分了吧 你印度那么近 水可能进不了印度 但可以进到塔克拉玛干 对 这千里的工程 当然这难字难在意说 第一个它是有动员 然后它是全世界最高 四千公尺以上的工程 然后再过来是 刚不讲断层带很多吗 他们国家科学院 已经研究了一种 弹性的一个饮水物质 所以这个我将来 铺水管的时候 你就算有地震 我那个弹性物质 我让你的水是不会断掉 然后直接拉到 塔克拉玛干这边去 所以他们前面的北疆 而且你知道说 他们现在前一阵子 不是已经弄了吗 有种了很多的棉花 种了很多的薰衣草 你说我现在心想 因为农业发达 因为农业发达之后 我需要很多的水 对的 所以北疆 它已经有改善了 那个是从渤海湾那边 拉了一条管道 渤海湾来的水 拉了到了北疆 那南疆怎么办呢 戈壁大沙漠 还有那个罗布伯怎么办呢 将来就要把这个水 整个心脏高原的水 一滴补漏 你印度一滴都拿不到 通通拉到塔克拉玛干去了 之前看到了印度 因为大洪水造成了百万人 无家可归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亡 再查去才夸张 他居然跟辽国一样 他居然是水坝一体 这些水坝不但没有防洪的效果 反而造成了更可怕的伤亡 包军你这下子看到整个印度的这一次洪灾 不单纯是天灾 很大一部分是人祸 人祸在哪里 你看到这样子 你都觉得这个水太大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导致各地挡都挡不住 我靠你没办法想象是 这是印度的克拉拉邦 克拉拉邦过去淹过水 但是他们这一次太过掉以轻心 你知道这个水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为什么这么多的水流过来 是因为他有八十多座水坝 一下子全部泄洪 不是一座两座 不是 八十座 抱歉 一座两座就不得了 还八十座同时一红 被当地的媒体骂翻了 他说你如果知道要有洪水来 你一定要先泄洪 当然要先泄洪 你先让整个水坝里面有卫纳量之后 如果洪水大量一来 你才有机会救 没想到这一次 整个克拉拉邦 没有做中央调控 也就是他就不讲说 你们要不要先泄洪 等到洪水一来 各水库发现 糟糕我水库满了 不约而同一起泄洪的时候 这下子才遭了大高 你说我来的大洪水 大洪水外又有八十座的水坝同时泄洪 保洁 他你这边举一个例子 因为过去的管理不当 你知道他这有一个 Eduki的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大型水库五座闸门 竟然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泄洪 所以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做过演练 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动作 一瞬间洪水一来大家全部打开 没有想过我们要调节泄洪 我们要你先我后 结果造成这种超级淹水 所以他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保洁我们这样讲 印度大概是全世界拥有最多水坝的国家之一 他第三名 他很多水坝 他有五千多座水坝 而且都是十五米高以上的水坝 你知道在这一次克拉拉邦 他有两个Eduki跟Edamalaya水坝 总共把克拉拉邦最长河流 年流量挡掉21.3% 严格来讲这个设计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可以把一座河 年流量的五分之一 全部纳到两座水库里面 所以这一次因为管理不当 克拉拉邦这一次才会非常严重的大淹水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的 他为什么要去弄这些大坝 原来他要跟中国来强水 他在这个新建大坝的过程里面 他的品质一直被人扣并 保洁我们要这样讲 印度的确花了四十年 盖了一座超级大坝 但问题是他的工法非常落后 全部都是用土堆起来的 不是混泥土 不是你想象钢筋水泥 因为他花了四十年 用了四十亿来盖 结果到了落成那一天 底下的村民说好棒 我们以后农田 因为都在水坝底下 都说以后就有水可以浇了 都挤来这边看 没想到一落成 一宣泄之下 四秒就垮了 因为他全部都是土 几成了四秒 对 全部都是土盖了四十年 所以一冲之下 所有的水连泥带坝 冲到底下的村落 全部都被淹没 幸好所有的村民 都到水坝去看热闹了 所以没有严重的伤亡 中国大陆现在跟印度的关系 非常的紧张 而印度非常的神奇 他们的国防部长还讲说 战争一速击发 他还想说为什么印度现在 对中国这么样的一个感冒 原来我们看到的 他不但是把它上游的水拦截 而且拦截到一滴不剩 你现在看这个画面 居然传说中最神秘的 摩托水电站已经完工了 这个就是摩托水电站 那这摩托水电站已经开始完工了 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启用了 那为什么印度这么生气呢 原来亚鲁帐步江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水 通通到了摩托水电站之后 通通被截断了 所以印度它将来会是一滴水 通通都拿不到 也就是你现在印度的恒河 印度河你要多少水 全部都要看中国的脸色 中国要给多少你才有多少 这个摩托水电站保全 你知道它这么困难是什么 亚鲁帐步江在这边 有一个大拐弯 大拐弯 完全一个像圆形一样一个大拐弯 所以这里的水力最慢 但是水量最多 所以中国在前面 藏木水坝先把你盖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亚鲁帐步江最漂亮的那个大回旋 就在这个地方 那藏木水坝盖了 跟你结了一段水 就这个地方大回旋 大回旋的地方 然后再过来 又有39个支流的天河计划 水就把你可以通通结掉 最后一滴水都不剩 就是在跟印度边界这个摩托水电站 它就开始给你盖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水电站 这个是全世界最大水电站 它的发电量是三峡的五倍以上 然后那为什么盖这个 盖完以后呢 保险你知道 这一盖下去之后呢 所有的水到了这边 通通被结下来 而这个水电站之所以蓝呢 我可以把水全部结下来 蓝是蓝在哪里 保险它旁边呢 两座高山 都是七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然后是整个青康障高原 跟印度大陆结合 撞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地质最破碎 可是所以过来去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结到这边呢 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说 我要去截取它 我要把它拦下来 非常困难 但是后面呢 中国为了把这个水抢下来 让你印度渴死 把你全头关掉 他们做了两件最特别的事情 什么特别的事情 一个不是我们讲过说 七八十年来 没能办法盖成的 墨托公路嘛 他们就特别的 为了这个水电站而盖了 你说墨托公路 跟这个水电站是有关系的 因为盖了这个墨托公路之后 我要盖这个水电站的大型机具 保险你看这个样一个 这么艰困的一个道路 它就要硬生生地把它给盖下来 因为盖好之后呢 我所有的工具 我所有的器具 可以直接地运过来了 然后在运过来之后 那是大型机具才送的 大型机具还不止之如此 他们呢在青藏铁路通了以后呢 还去特别宣称 他们去尝试 在那个最破碎的 一百多个破碎地形里面 挖了一个新关角隧道 长达三十二公里 然后呢这个东西也是 一个隧道三十二公里 那这个破碎是什么 他们的东西呢 到时候大型的砖土机 也可以运过来 而这样子呢 所以保洁他这边呢 他也有全世界最长的 地下饮水道 长三十四公里 地下饮水道 因为我们水力发电 就是我水力发电 就是要从饮水道里面出来 再冲下来嘛 所以呢就是为了这个 所以中国竟然进行了 两个全世界最艰困的工程 一个就是墨头公路 另外一个呢 就是新关角 这个三十四公里的隧道 直接打通之后 打通之后呢 保洁他这里面呢 他的路是这样蜿蜒的 对对对对 中国都硬要干出来 因为我不干的话 我这个车死 印度咽喉的计划 完不成 他那个路是这样的 整个山上来 这样弯弯曲曲的上来 他比那个所谓的 鹿江七十二拐 还要恐怖 还要艰困 但是中国一身就把他 给干了出来了 那干出来的时候 保洁你知道 他总共呢 在这边的水电站呢 他上下落差是2000公尺 所以他冲下来的水力 你可以有多大 我们的那个 2000公尺 所以中国呢 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所以中国呢 也没办法盖一个超级大坝 所以保洁你知道 这个坝呢 他总共建了九座 2000公尺一路下来 每一座都五十几公尺 五十几公尺 我拦一次水 把你给吞光 再拦一次水 把你给吞光 所以一路九重管卡下来 盖了九座 然后印度咽喉 一滴水都拿不到了 这么可怕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印度现在这么火大 烈火五号 都说要装上原子弹头的 一个原因了 我们接下来看就是 中国大陆现在 已经不满足于说 我盖很多的大坝 我要把地面上的水 完全控制在我的手中 现在连天上的水 天上的气流 他都要把水给抓了下来 我们看怎么办 中国大陆近年来 积极开发各种资源 强势开启水的战争 预计在未来十年内 投入四兆人民币 要在流向其他国家的河流上 盖五十座超级水坝 不只在平地 更要从空中下手 为了解决内陆干旱问题 大陆将启动 全球最大的气象控制工程 天河工程 透过这项科技 将能拦截 约在北纬三十到五十度之间的 一道水气带 在青藏高原地区上方 制造人工雨 补充黄河流域水量 黄河之水添上来的景象 的确有可能成真 这个方法预计每年 可制造五十亿立方公尺的降水 将替黄河增加十分之一的水量 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黄河流域 和部分内陆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近七十年来 中国大陆就有 二点七万大小河流干涸 光是今年九月 甘肃省就有六百万人遭受旱灾 损失农作物价值高达五亿美金 水资源的制造与保存 成了中国大陆 输不起的一场战役 好 专家我们最近谈到的是 中国大陆 他现在跟他作品国家 进行一场夺水大作战 不但是我盖了很多的水坝 现在造成他跟印度 跟中南半岛之间的紧张关系 更重要的是 他现在真的要把天上的水 都要抓下来 是的 保健 中国大陆这几年呢 军力可以跟美国在对抗 然后财富呢越来越多 可是他们有的灭国危机 就是中国缺水 中国缺水也缺这么严重吗 是啊 中国缺水缺得非常严重 保健 刚刚在今年九月 对不对 甘肃省就六百万人遭受旱灾 你看 甘肃就六百万人 六百万人 一个甘肃省就六百万人了 然后呢 博洋湖呢 八月到九月之间 一个月之间 整个湖水缩减了只剩三分之一 然后过去七十年来 中国已经有两万七千条的 大大小小的河是完全干掉了 两万七千条河就这样没了 就这样没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 中国所有的水都来自于青藏高原 对 但是青藏高原呢 最近全球软化 熔冰很快 也没有补进去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对水 是紧张的要死 我们看到了长江黄河 甚至珠江的源头的青藏高原 他现在没想到 他的水越来越少了 他的水越来越少 就代表整个中国的水脉 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中国呢 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滴水不漏 所以滴水不漏呢 全世界保险你看 这个是密密麻麻 到处红点 就是中国的水坝 然后中国在这四十年来 都是全世界最喜欢盖水坝的国家 滴水不漏 我要把你通过攔起来 然后建造 中国呢 光在这几年呢 像我们一般水坝呢 他就盖了三千五百个 三千五百个 然后超级大坝 像三峡大坝这种等级的 盖了五十个 花了四兆人民币 总共是二十亿的 十二十 所以你就是说 不止一个三峡大坝 类似三峡大坝 这种超级大坝 中国他会已经盖了五十个 盖了五十个 全中国呢 加上各种坝呢 有八万六千个 全世界没有像中国 这么多水坝的地方 所以说我有坝没水 这些水坝也就慢慢地干掉了 也拦不住水了 也水坝都没用了 水坝都没用 中国就想到了 这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天河 原来中国的气象专家 就赶快去研究 发现说 在北纬三十度到五十度之间 在地面上呢 一公里到十七公里上面 有一条天上的天河 就是那个水器呢 是从那上面飞了过去 是从这两个水器汇流的交界点 对 整个就飞过去 而中国呢 去研究发现说 它的水器呢 一年带过去的量呢 是长江加黄河的总水量 如果把这个水器呢 通通把那些拿下来 是 中国就有水了 所以他们中国不是指着嘴巴讲哦 他们真的哦 在今年的9月11号到19号呢 还在青海这边 开了一个天河计划的一个会议 十个国家级的院士 带着他们所有水利专家 我们来讨论一下 中国要讨论一下 怎样把天河的水呢 让真正的黄河之水 添上来 直接地掉下来 所以我现在不但是青藏高原的水 我让它滴水不漏 我让青藏高原的水 我流不到印度 我流不到中南半岛 现在连天上的水 我都要把它给抓下来 抢劫是经过青藏高原 经过新疆的时候呢 麒麟山 昆林山的时候呢 就让你不要再流了 我就把你给抢下来 所以他们呢 就想了什么办法呢 他们因为其实做人造雨 到时候只要这个水流经过的时候呢 中国就开始来做人造雨 只要你气流过来 只要你云雨带过来 我就把你来下来 有云有水我就打 就把你给打下来 就可以降下来 那其他地方怎么办呢 他就管你的 中国就先抢了滴水不漏 有进无出 那会影响到台湾呢 你只要水汽进了中国 他就不让你离开中国 而且他们真的是做得非常精细的哦 比如说八岩克23 我们到这边叫做三江园 对不对 三江园头 黄河汉 让昌江都是这边的园头 所以这边他一算 这一年呢 可以打下来 25亿立方公米 你说这个地方 八岩克23 25亿 对 然后财达末盆地呢 是2亿 齐连山是12亿 他通通把你算得清清楚楚 齐连山有12亿 我都把你给打下来 是哪边水汽最多 哪边最方便 我就把你给水汽给打下来 让你的水呢 直接就变成雨水降下来 降下来之后呢 就流到了中国的土地上 然后中国再把这些水给收集起来 滴水不漏 可是全世界的气流是一个循环的 你如果把这个地方来下来以后 别的地方就没水了 台湾地方也会受影响 中国会在乎你台湾吗 真的假的 中国会在乎你其他地方吗 如果是日本 韩国没水 中国还会最高兴呢 而且保洁中国这样干 不是说这说而已 他们干过这种事吗 他早就干过这种事了 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 对不对 那是中国要全世界的宣称 它是强国 北京奥运的时候是不能下雨的 所以不能下雨怎么办呢 在北京奥运前呢 一个月开始呢 就在北京天津整个河北呢 在北京外围呢 五公里的地方开始呢 就像你看到这个范围 对 步了实驾的飞机 163个高射炮阵地 因为我们知道说 做那个人造雨是很简单的方法 我只要把点话云打上去 打到云气里面去之后 它的那个粉末就可以结合水气 就成了雨河 雨就掉下来了 所以当时中国就是 你看这些高射炮就一直打 然后那个飞机就一直上去 有云就打 有水气我就抢 有云就打 就在那个在北京之外 让这些水通通降下来 完全不到北京 完全没有到北京 所以北京要练成那时段时间 晴空万里 中国就说我成功了吧 你看我就可以掌控天上的水 中国人真的想要改变天气 对 而且他们在青藏高原里面 他们想说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有志气 你看在青藏高原里面 他们有林芝机场 这么多的机场 飞机飞上去 直接就挑点话银 高射炮 二炮部队都可以准备好 到时候就用点话银 用火箭 他们打算用火箭打上去 到一公里的时候 那个水汽就直接给你抢下来 让你所有水汽呢 能够给中国就给中国 他们希望一年呢 就抢下一条黄河过来 他在青藏高原那边 就盖了五十座大坝 其他各种水坝加起来有两百多座 我们刚刚讲到了 三峡已经是一个世纪工程了 没想到在青藏高原这个地方 有五十座跟三峡一样规模的水坝 我觉得其实跟三峡一样是低估了 是超越三峡大坝 最恐怖的就是藏木大坝 藏木大坝 我觉得那藏木大坝呢 它的储水量呢 是三峡的两倍 发电量是三峡的九倍 然后它的暴体高度呢 是三峡比三峡还高 一百一十五公尺 这么高的一个水坝 三峡一更高了 它比高一百一十五公尺 帐木是三千三百公尺 在那边施工的时候 都有缺氧的问题 人员给我照样投进去 照样去干 然后三峡是这样子 金沙江是最难渡过的江 然后金沙江呢 它保洁它也盖了四大水库 黄金沙江就四大水库 然后这四大水库盖下去的时候 像稀弱度像这些对不对 乌德东啊 它盖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高 一个比一个大 都是三峡比三峡还要高一点的霸体 一百八两百人一个霸体 而且呢最重要是它牵了人 你这边的人呢我要牵手 他也牵了一百万人 你说金沙江要盖四个大坝 为了盖四个大坝 居然牵移了百万人口 牵移了百万人口 它所有的河都抢了之后呢 全世界最珍惜的就是鹿江 鹿江 因为保洁鹿江呢 在中国呢 它是洗得稀有动物的故乡 然后它是最好的地方 是 小猫熊 雪豹 然后都在这里 还有金狮猴 对 那中国想一想说 它是金狮猴的原乡 金狮猴的原乡 那中国想一想说 这边的气候呢 保洁它山呢 是非常陡的 有时候山壁卡下来 都是70度以上 然后中国想说 我不管 这边的水呢 他们也要抢 我连鹿江都要 他们其实在2002年之前 就有抢了 但是那时候全世界 连联合国都抗议 结果他们停下来 但是没想到 到前一阵子 2010年的时候 拍摆说 我一滴水不漏 这边也开始要盖四个水坝 也要把鹿江的水 统统给你拦下来 所以中国现在就是 强水抢到滴水不漏 老姐 你知道 中国他们有一个研究就是说 如果中国要瘸起 成为世界的这个头强化 有两件事一定要坚持住 什么两件事 一个就是说 主权的完整要坚持住 第二个是什么 我的资源要掌握住 所以他去 把人家的上游的河水 他把人家所有的资源 全部都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所以为什么他跟邻国 都烽火片处 第一个 我跟邻国有 就所谓土地资源争夺的 包括说印度 包括巴基斯坦 我一片土地都不能推到 再来就是说 两个重要的资源 一个是石油 一个是水 我一个也不要推到 我一定要掌握得牢牢的 那你知道 他这种态度就惹毛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印度不是不结盟国家吗 对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这几年 发生非常多事情 保护我们看 最近印度也发生个大干旱 印度也干旱 对 而且他们温度非常高 整个这个马路上和帛游 都已经融化掉了 地都裂了 对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印度人认为说 就是因为你们中国在上游的 这个雅鲁丈木江 盖了很多水坝 那你把水坝的水都拦走了之后 恒河没有水了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中国搞的归 所以我们之前介绍了 中国大陆不断地在建水坝 是 现在的后遗症都出来了 对 那没错 那另外一个就是印度 我们知道印度曾经跟中国 打过这个战争 但是中国为什么后来撤军 因为中国的补给不够 但是呢 印度现在看到很多动作 让他心惊惊惊 怎么样惊惊惊 而且我们知道 不幸已经拉了 只会从青海到拉萨的铁路吗 这是第一条铁路 让印度已经非常紧张 现在中国再拉另外一条铁路 从林芝拉到拉萨 这一条铁路看起来的话 更让印度非常紧张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离两国的争议段 在藏南这个地方 最近 所以他补给可以马上就到 以前中国所谓补给不足的问题 他如果这条铁路 让他拉成了之后 马上可以迅速补给 我们看林芝不是已经建了一个 非常高的机场 对 他机场还不够 是 还要把铁路给建起来 对 但拉起来的话 哇 他这个等于是说 一边军队可以从北京到拉萨 另外从四川到拉萨 这样可以很快速的 我可以两边来补充军队 对 军队的集结过来 所以印度看了这个 实在是觉得说 哇 你根本就是冲着我来 而且 现在除了拉萨 他拉到日克折之后 他未来还要拉到林芝尔 这样等于是两边插入这个印度 两只手伸入印度 所以印度当然是觉得说 哇 你这样子 好像是冲着我来的 也就是你不但控制我的水源 对 现在你还要对位 未来作战的准备了 对 所以现在印度搞的就说 好 我以前都是不结盟 那怎么办 我现在知道 我跟美军来结盟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 中国为什么要抓 建那么多庞大的这个铁路网 保洁说穿的就是因为 他知道之前的俄罗斯 所谓的末日列车的故事 我们知道之前俄罗斯 曾经在西伯利亚 有一帮列车是 从来就不知道 它的去向在什么地方 一直开来开去 它那时候是载了 俄罗斯的这个洲际导弹 所以现在中国也是一样 它那个洲际导弹 叫末日列车 对 他们已经研发出了 东风41号 41号的飞弹 可以打一万多公里 可以打到美国 没有错 但是如果我能够让它 移动自如的话 那是不是更强 就是你不能抓到我就对了 保险你知道 他们中国建了这么多高铁网 高铁网的话速度非常快 保险你知道 比如说从广州到北京的话 只要八个小时 八小时这么快的速度 你根本就抓不住 我在什么地方 另外一个从北京到拉萨 只要二十几个小 三十几个小时就到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 整个增添我的这个状况 而且你知道 中国现在为什么要搞这个 你看他们原本的车子 他们现在把所有的高铁列车 全部漆成一样的颜色 墨绿色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漆成墨绿色的时候 你根本分不清 我是民用的车 还是我是军用车 甚至在这个车上面 载着导弹 你美国你也不知道 无法判断出来 我是测箱颜色都一样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它现在遍布高铁 在这个全中国 第一个 我可以让这个整个补给线 非常快速 第二个就是 我的中继导弹布在什么地方 中国你完全抓不清楚 所以美国本来就想要去 控制西太平洋 本来就想要控制达海 现在又利用这些周边紧张关系 我开始进行结盟 而刚刚讲到的 印度本来是一个不结盟国家 结果最近 竟然要跟美国进行联合军业 甚至还要进行军事同盟 对 我们看到说 其实中国到针对印度的布局 你看它在中国的高原地 这个青藏高原建了五个机场 包括说你看阿里斯 还有这个林芝铁路 我们刚才讲 为什么会拉这个林芝铁路 因为这个林芝铁路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刚才讲它是离边境最近的地方 对 只有四十公里左右 而且它这个地方是军用跟民用 在这个地方 而且中国在这里 有针对三千公尺以上高原地形 在这边做非常严格的训练 所以摆明了 它这些就是针对了印度而来 所以印度当然看了就是说 哇 你就是针对我而来的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的 它也不止如此 所以我们看到了 经济学人所做的这个报道 它周边射了很多的飞弹 而这些飞弹 也造成周边国家很紧张的关系 而且我们讲一下 印度的话是领土的争议 另外就是水源我要控制住 但是对南海的问题的话 我就是我要把油源给控制住 所以你看它在西沙巡岛 见这个海上游警 981号就说 跟越南在这个地方起了冲突 在跟越南 对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在南沙巡岛跟菲律宾起了冲突 甚至说菲律宾原本在这个 五方岛这个地方 有一个烧渔船 搁浅在这个地方 他们原本是想用这个方法 站住这个五方岛 就中国还进去 把这座船给拖出来 就说你这个是这个搁浅的船 我把它赶走 所以你看它跟菲律宾 也是一模一样这样子 另外一个跟日本也是一样 跟日本在东海的关系 我们看到说它在跟日本的关系里面 它布了非常多在福建省这个地方 导弹 对 我们知道 而且导弹我们看 之前我们才能讲 中国大陆在整个沿海 设了很多的导弹基地 可是你只是听 没有经验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就是现在可以从空拍图上 清楚的看到是 他们导弹基地 SAM-300导弹基地的布置 对 它其实针对了东海的布置 就是在福建的水门机场 水门机场的话 它布置了SAM-300的防空飞弹在这个地方 同时它这里面的军机 都是中国最先进的军机 为什么 因为它涵盖的范围 保洁你看 在福建这个地方涵盖范围 刚好就是在 钓鱼岛 还有他们的这个 村小的这个所谓油田 另外一个针对台湾 另外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半数的核弹 听说瞄准的就是日本 所以就知道 所以就知道说 它其实这一个 所谓的这个福建省的布军 就是为了东海问题 为了台湾 甚至为了日本 在地球表面上面 淡水最多的地方 在青藏高原上的冰川 它总拥有 整个地球表面 40%的淡水的水量 它同时是七大河系的源头 但我们现在没有想到 这个地方 居然比地球 其他地方上升的温度 增加了四倍 它的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非常担心 在未来20年 整个青藏高原的冰川 居然会融化掉 这代表说七大河系 未来你的水源可能枯竭 当然那水源枯竭 会影响到这边 数十亿人口的一个生存 所以现在看到 在这个地方 进行了一场 整个真水的大作战 也造成了中国 跟其他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 好 我们看到就是 青藏高原这个拥有 全整个地球表面 40%淡水的 这么重要的地区 它居然现在快速的暖化 快速的崩解当中 我们来看 山顶冰雪矮矮 这里是甘肃省的孟科冰川 面积广达21.9平方公里 不过2015年的一场暴雨 让这里发生严重洪水 山崩 重创13个村子 毁了150户人家 全球气候变迁 冰川迅速消融 就是在你面前 那么庞大的冰川 全部消失 全部没有 分布着地球最大面积的山岳冰川 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 是非常重要的水资源发源地 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 甚至对布丹 尼泊尼泊尔印度都有影响 而冰川超乎预期的融化 将影响10个国家15亿居民 恐怕让水资源争夺战越演越烈 得出的结论的话 江古敌河在近40年间 退缩距离是超过700米 超过700米 这是最保守的数据 定期测量冰川数据 冰川明显退缩 湖泊扩张 对人类生态造成威胁 中国11月份研究报告显示 青藏高原的涌动土 恐怕在21世纪目前 全都融化 释出大量文氏气体 面对全球气候变迁 似乎唯有减少碳排放量 才能减缓恶化情况 东森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看 在中国 长江 黄河 珠江 它的源头都在青藏高原 它是七大水系的源头 但没有想到 现在快速融化中 那雪恨 我们看到 它居然是以每年 大约300米的速度这样滑掉 这是一个1985年 这是2015年 居然差别这么大 是的 宝洁 有图有真相 你告诉大家说 冰川要融化好可怕 不如来看看这个照片 1985年的样貌是这样子 到2015的时候 看到没有 高度都已经减少了 左右两边的宽度 也跟着减少的时候 这里的冰都不见了 中国所公布的数据 它全国的冰川 已经缩减了10% 很多 十分之一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像我们刚刚最开始讲的 有40%的淡水 被保存在这里 你又再透过降雪 然后外面的水融化之后 有个水循环再回来 但现在如果青藏高原的冰川 留不住水了 它会产生两个极端 什么两个极端 有的地方缺水 缺到会发生干旱 甚至像北京那个雾霾 很大一部分跟它的 雨水不够有关系 另外一个地方 有些地方水太多 会发生大量的洪水问题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就是 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冰川 正在崩解当中 是 中国还公布了另外一个数据 它说还有62%的城镇 在过去十年中 前所未有的遭遇洪水的问题 所以现在你冰川融化 不只是青藏高原的问题 实际上是全人类的问题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你看到一片的黄土 可是那个地方以前是冰川 现在有地方没有水了 但有地方因为冰川滑下来之后 又造成了严重水患 所以青藏高原 如果我们最严格来讲的话 它底下的七大河 有的去印度 有的去中南半岛 有的进入中国 在这样状况之下 保守估计 它整个影响到人数 超过20亿人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冰川大量融化 要么就20亿人都会遇到洪水 要么就是205年之后 如果冰川都融化完了 这些人都会遇到旱灾 所以国际气候变迁 今年在巴黎不是开了一个峰会吗 里面很重要的 气候变迁峰会的主题之一 就是在喜马拉雅山上面 现在有一场水战争 大家在抢的 不是油 不是核能 而是水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 它整个占有了地利之变 它在西藏这个高地 只要盖水坝 它就拦住了大部分的水源 所以我们看到去年50%的大水坝 都是中国在兴建的 而且我们看到过去 很多你不淹水的地方 今年都发生了非常恐怖的水灾 所以对印度来讲 你中国在抢水 我也得要抢水 你知道印度在整个西马拉雅山脉 靠印度端 所见的水坝密集度 是世界最高 高达239座 平均是每32公里 就有一座水坝 因为它跟中国比起来 它吃亏 它那边的西马拉雅山脉 它是下游 对是下游 只要中国拦住了 他们就跟着一起被牵扯进去 那中国对于抢水 有多么的毫不留情 怎么毫不留情 光看三峡大坝就知道了 三峡大坝 我们一直以为是 它为了要发电 它为了要做相关的工作 才这样做的 但我告诉你中国在 接下来十年的时间要盖了五百座大坝 等于十个英国所需的电量 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电 但它为什么要燃 因为它需要那个水 它要燃水 对所以三峡大坝破坏了多少古迹 千里江陵 一日环 昭慈白地彩云间 白地成 烟 张飞庙 烟 四川我们以前讲的那种地府封都 大家都会去那边玩很重要的旅游观光景点 风 烟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为什么三峡大坝沿县 它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一路到唐宋 元明 都有各种古迹的时候 它还是毫不留情的烟 因为这是水之园战争之后 对中国来讲 最重要的一环 好 像我们刚才的课问就是 原来现在有些地方 你未来可能没有水 但有些地方 你却发生了千古未有的大水灾 你就刚刚画面也是 印度的北边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灾难 印度的青迈省 Channay 其实发生了水灾严重到这个地步 你知道他们讲的状况是百年一见 它过去其实在 坦米尔纳都省 它的整个 它的省首都的机场 你看飞行场整个被淹掉了 这代表这个水来得又急又快 它快到连飞机都来不及跑掉了 你飞机停在那边 照说可以起飞避免 但根本所有人都没想到会淹这么严重 连飞机都被淹了 对 所以你看对当地人来讲 我这样淹下去 我的屋子要重建 我的农作物都完蛋 我的交通整个状况都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而过去根本不会淹水淹成这样 刚刚讲到治水一直是中国历到历代最大的问题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新闻 我觉得没有想到治水跟风水也有关系 没有想到治水跟神秘的力量也有关系 我们才应该报道 就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都江堰旁边挖到一个神兽 大家想挖到神兽有什么了不起吗 现在问题来了 真的在挖到神兽之后 过去这个地方从来不淹水的程度 竟然大水贼必须要千春 我祖籍是成都 你成都 对 在成都你挖到镇水神兽是要放回去的 1973年挖到一只镇水神兽 马上就把它放回去 不敢不动 但是40年后又被挖出来了 这次挖出来 就这个镇水神兽 我告诉你 高1.7公尺 长3.3公尺 重8.5吨 宽1.2公尺 就这次没有放回去 没有放回去 对 放到博物馆去了 因为这个地方要做一个成都天府广场 对 而他挖掘的点就在这广场的旁边 就在广场旁边 这是1973年放回去的地方 宝洁你知道为什么要放回去 为什么要放回去 当年礼宾父子做都江宴的时候 有一条龙 他扶不了 是 最后他把他这只龙扶了 是 所以在成都有一个叫做扶龙关 扶龙关 扶龙关 好 龙扶了之后 他做了五只神兽 五只神兽 五只神兽 三只放在江里面 两只放在地上 是 结果 两只放地上的一只 被挖出来了 好 挖出来之后来 发生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 开始下大雨了 以前这个地方不下大雨了 这里不下大雨了 好 而且雨下到什么层次 你知道吗 你挖出来之后下大雨 三十多个人失踪 数百人受困 我告诉你 九十万七千人受灾 更惨的是 淹水淹了四十个县 四十个县 你看这个 这水淹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市区内 你看这房屋 全部被洪水冲垮了 你说有都江宴之后 对 整个四十万其实没有发生过 这么大的规模的水灾 你说这次 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对 整个都江宴 刚刚讲的成都 淹大水 就是因为有都江宴调节 它是都江宴调节水的 所以它不容易淹大水 你把正水神兽挖出来 不埋回去 水神火了 开始水淹成都 我们去年在谈到这个神兽被拉出来之后 就有人警告 对 可是没有想到 欲言成真 好 那么当然 我现在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 当年它埋下去的是犀牛 犀牛 所以是 现在大家就说 它这个样子都像犀牛 但是没有犀牛脚 那当然2000年了 你不要看这个石头 这石头超过2000年了 这石头2000年了 对 所以这个石膝 是不是它的脚 本来又没有 或是已经掉了 好 那么这个神兽一出来 好与成灾 那我们必须要讲了 为什么成都 2000年不淹水 都江宴 全世界公认 最早 最不可思议 最宏伟 不可能是2200年前 人可以办到的神机 你说都江宴有这么厉害吗 对 都江这么厉害 好 他不就李宾父子做出来的吗 开玩笑 你知道都江宴 他本来这是闽江 闽江 他中间做个鱼嘴 鱼嘴把闽江一分而为二 分流为二 而且分流呢 不是平均分流的 一边是六 一边是四 分得清清楚楚 闽江六四分 六四分 六就让你正常走 四是灌溉用的 好 我告诉你 光要做这样的工程 你知道他要挖多少吗 多少 他要引水道要50公里 要升四米 升四米呢 我告诉你 搬走1800万吨的土石 可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青铜器时代 你怎么挖 你怎么搬 我告诉你 如果是5000人 就是5000人 每一个人 他每一天挑10弹 每一弹50公斤 就是说每一个人每天挑500公斤的沙石 我哪重了呀 5000个人搬 要挑26年 不可能要挑26年 用现在大卡车 我告诉你 大卡车 你要1800吨到2400万吨的土石 100辆的大卡车 他要跑8000次以上 才走得完 所以人家说 第一个光土石就不可能了 对 要买这么多土石 对 哪可以做 而且第二个 不止土石 我告诉你 那时候是青铜器 对 这用青铜器挖 而且完全没有什么定位仪压 测量仪压 你怎么测量 我告诉你 他怎么可以 第一个 我刚刚已经讲 鱼嘴对不对 四六分 四六分 敏江 这边是六 这边是四 你怎么可以分得这么清楚 这还不算 进来之后 我是要灌溉取水用的 那很多泥沙 上面泥沙 下来怎么办 第一个 我有飞沙液 居然可以排沙 过滤沙 是 2200多年前 你怎么会 做这个排沙 过滤沙 还没有完 它有一个保瓶口 这更难了 保瓶口什么难的 保瓶口它是弄一个斜坡 17到19公尺的斜坡 这个斜坡呢 可以让这个水 干净的水 进来 然后到那个田地里面去 那这个保瓶口呢 它是个有挡的效用 可以挡杀 枯水的棋 我可以进多少水量 你洪水棋 我可以进多少水量 它等于是个保瓶的口一样 限制的水量进出 2200多年前 没有工程的技术 你怎么刚好算出 这个17度出来 你怎么可以算出 这个度跟这个口 开多大转 简直是不可思议 好 我们刚刚讲了 成都是不淹水的 因为不淹水 又有这么好的灌溉系统 饮水系统 是 所以成都是天府之国 你说成都变成天府之国 完全是拜都江燕所示 而且当时刚刚讲到的 清朝能够 秦朝能够一统天下 就是因为做了都江燕 我有最好的后勤补给 开玩笑 你知道都江燕灌溉多少亩吗 多少亩 300万亩的田地 这300万亩田地 多么的负数啊 所以今天在成都 最富有的朝代 哪一个朝 什么朝 后俗 后俗 对 中国大陆为了掌握 清藏高原的水源 在这个地方 盖了全世界最多 最大的水坝 但现在还不止如此 他除了把所有的主流 一个一个拦截下来以外 他现在居然把支流 也拦截了 也就是他真的 一滴水都不留给 中南半岛 一滴水都不留给印度 现在真的把印度给搞毛了 最近 中国大陆宣称说 他们雅鲁藏木漿的一个支流 已经将它拦截完成 而且这个支流 不但是完成了 接下来还有38个 而这38个支流完成了以后 还要将过去的布毛之地 变成了囤肯区 也就是当未来 中国跟印度 如果有冲突的话 它的军队 可以马上到前线 而且马上可以有补给 马上有粮食可以吃 也就是中印度 在这个时刻就宣布说 他也要盖一个长城 军事长城来对付中国 好 今天请到六位来宾 对大家分享首席的 第三位提人马西平平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文史工作者刘灿荣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黄冲夏 大家好 好 第一位是网组货人家 组续狠 各位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的 十二级董二德 大家好 第二位采集专家 黄世聪 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在就是 中国大陆在洋鲁藏木漿 除了将主流 给拦截下来 弄了一个藏木大坝之外 没有想到 他连他39条的支流 都不放过 我们看这报道 知识雅鲁藏部将支流 下部取核 工程单位将 4800立方公尺的 混泥土钢筋石块 田径河中 成功截流 这是西藏拉落水利枢纽 2014年6月开工 海拔4300公尺 总投资约50亿人民币 相当于250亿台币 是西藏投资最大的 水利工程 之后将新建大坝 具有灌溉 供水 发电等功能 将满足我们 45.39万亩 新墾土地的灌溉需求 防风固杀 防灾减灾 等发挥 巨大的生态作用 但此举让雅鲁藏部江 下游的印度相当不满 2014年正式投产 发电的藏木水电站 已经让印度和孟加拉 担心大陆抢夺水资源 造成分配不均 现在连雅鲁藏部江支流 都截流 不但生态有可能被破坏 印度也认为 大陆不尊重印度的河流权利 印度媒体报导 中国大陆又再一次戏弄印度 为了反制 印度建军事长城围堵 东方部署苏凯30战机 兵力超过30万人 超音速巡航飞弹 部署藏南地区 山区则有坦克团 中印边境紧张骑士 再度拉高 东方新闻正好报导 好 中海 印度之前对于中国 不断地去盖大坝 已经非常火大了 正把他们的烈火导弹 都已经部署在中印边界 但这一次他们更火大了 宣称说我要盖一个军事的长城 它这个支流到底影响有多大呢 印度真的是火大了 中国在亚有帐步江那边 盖个帐木大坝 把所有水都抢掉了 印度这五年已经非常生气了 但是没想到 中国在亚有帐步江的时候 有个神秘的东西 什么神秘东西 39支流 它也要把所有水给抢关 结果没想到 今天拉若这个水利工程 就是39支流的第一个计划 中国也把它拦截河流 已经开始启动了 所以你不是把我这个亚鲁兆 不一样的主流把我拦截下来 连旁边那些小细枝 小细流你也把我拦截下来了 保险这个就是它的拉若水利工程 就是它的支流 在这个支流里面呢 你看它做了各样的混零土 开始大量的把你灌下去 4亿多立方公尺的混零土 把你灌下去 把这个河流给截下来 拦截河流 保险这个工程难在哪里呢 你知道西藏是很偏僻的地方 我这么多混零土呢 它是用那个青藏公路 从成都那边不断的运过去 我这么高这么低的地方 我就把你灌下去 灌下去之后 我就把你水给拦下来 然后它花了两百五十亿台币 你说我连混零土都要千里之外 才能够运送过来 运送过来 那中共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工程呢 因为日克者呢 本来在那个地方呢 是一个旱地 非常干旱 人也不容易生存 水电也很少 我盖了这个以后呢 我拦了以后那些水呢 我通通到周围呢 变成一个水利工程 以后呢 它是一个水草丰美之地 它将来种很多的粮食 把日克者这边从一个旱地 它变成是一个湿地 所以你刚刚讲说 今天在日克者 在拉萨 在林寺 在大峡谷 我把这些旱地 把这些不毛之地 把这些不适合人住的地方 我先把支流 一个一个拦截下来以后 我可以种青苛 我可以种麦子 我可以种一些食物 我可以屯肯了 所以说是屯兵石鞭 就在这边可以完成了 而且呢 中国已经统计过了 西藏有四大旱地 日克者 拉萨 林寺 大峡谷 都在洋鲁藏旁边 然后我呢 它总共有计划里面是 三十九个支流 总共三十九个支流 它将来都要像这个地方一样 每个支流都要拦下来 拦下来 把你屯兵 然后将来我就变成是 一个旱地变湿地 我可以种成农田之后呢 它就可以统治 这整个西藏 因为所有的驻军呢 我再不需要像现在 印格水梨 还从成都那边 千里条条运过来 我以后中国住在这边的 二十万大军呢 直接在这边就地补给 就地挤养 那中国还不只是如此 他这么军队放在这边 要干什么呢 他还打通了一个 全世界最艰难的一条公路 什么公路 规划了六十年 花了二十年才一百一十七公里的 莫托公路 莫托公路呢 是在直接呢 就在这个中国的最边境 最边境就一出去 就是印度的拉达克 那进入印度拉达克呢 他就可以直接在这边 直接进攻 印度的本土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保洁 那里呢 就是在亚古档布 大峡谷这边 这个峡谷呢 落差是全世界最大的落差 是 五千公尺 然后五千公尺呢 你说莫托公路 难是难在 它的高低落差 是全世界最大的地方 落差五千公尺 半年有雪 半年降雨 而这降雨量是 长江流域的四倍 这样一个大雨林之下 然后那边撑着 那整个山区 在攻城的时候呢 叫做一山有四季 一个山就有四季 一进十里 一个走一个十公里呢 就是另外一种境界 然后它的破碎地形呢 比那个圣戈达隧道还可怕 它有一百一十四处 就是破碎地形 但是中国呢 这么这样子还是不计成本 就非要把它挖出来 我这样一做完之后 下面的二零一四年开始呢 恒河的水呢 由我中国来决定 我就把你全部拦住了 拦住你的水 全部你就点拦住之后 你将来三十九个面 都把它拦住 然后最后呢 你还随时可以 种粮草 然后随时出兵 印度当然就火大了 所以印度呢 就宣布说 他们也要打到一个 万里长城 战略长城 好 那希平 我们看到了中国跟印度 为了水的问题 最近又开始剑拔怒章 现在中国大陆 不但是我把我主流 把你给拦截下来 没有想到 我把支流也拦截下来 而且这个支流 刚刚讲到的 它要把布毛之地 变成可以囤墾的绿地 这个对印度来讲 是极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有人讲说 这个地方才是真的香格里 这个地方其实是 最美丽的地方 而全世界最美丽的原始争灵 最美丽的动物 都在这里 我给你讲 蓝海的纠纷 还没有远去 蹦 新的炸弹要开花了 新的炸弹 东斜现在一个字形容 怒 为什么要讲怒 为什么 因为清炕障高原 现在唯一 处女河还没有建任何水电设施的 鹿江 鹿江 现在传出来 中国要动鹿江的脑袋了 中国连鹿江都动了 鹿江一动 大家马上想到了 世界上最珍贵的 雪豹 金丝猴会被从此就掘击了 有这么大影响吗 我们先来讲 因为现在气温升高 谁掌握了水 谁就掌握了世界 因为未来水之源战争 我们先讲 雅鲁藏木江 雅鲁藏木江被称为 全世界最神秘大河 为什么最神秘 最神秘大河 最高 它中国最高的 最高的河流 最高的河流 第二个 它水量太充沛了 它是全中国第二水量充沛的大河 对 第三 它有全世界最大的峡谷 对 它这个峡谷 深320公尺长 4444公里 比美国大峡谷还大 那因为它地形 它有特殊 人积汉字 所以它是香格里 而且它水量大 有39个支流 变成千湖之山 空中一看 全部是美丽的湖 动物 植物 神秘 漂亮 景色 绝美 好 在这个时候 啪啪啪啪啪 在亚伯商主支流上 10个发电站弄起来 亚伯商没有10个 10个 现在支流上 啪啪啪啪啪 现在全部支流都要给你断 39个支流都要对 现在印度 孟加拉全部都抗疫 你再断一断看 你不是断了河流 你断了我国家的命脉 我的脉被你断了 我还怎么活 更重要是 它的动植物 稀少 秉为全世界要绝种的大部分 也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动物 竟然都在这地方 我告诉你 迪斯奈花了三年 动用了100多个摄影师 拍了一个 我们诞生在中国 你看多美 这就是露江 露江 它冬天 夏天 春天 秋天 全部让你看到 绝美不同的风貌 除了绝美不同的风貌之外 他们去找这边动植物 结果发觉了不可思 你看 雪豹 我告诉你 人类在1970年 你看 刚刚雪豹是白的 现在雪豹 注意 是花的 是 他是全世界第一名的隐形高手 你看 我告诉你 当着摄影师 抓了雪豹家庭 因为他把摄影镜头 放在山洞里面 对 小雪豹回来以后 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 还跟这个镜头玩 你才可以拍到 这么清楚的画面 1970年 国家地理杂志 他第一次拍到雪豹 但是从此人类先调查 雪豹全世界只剩下4000只了 4000只 那主要都栖息在 鲁江的流域旁边 真的假的 对 那么一拍到 同样他是全世界第一 伪装高手 100多个摄影师 出动一个月 没有拍到一只 是吧 所以他们本来要放弃 把雪豹当配角 但一拍到这个家族之后 雪豹立即成为我们 但是在中国的主角了 所以你说这拍到一个雪豹家族 对 而且他们的世界轻功 哇 这什么东西 这金狮猴 好漂亮 金狮猴太漂亮 金狮猴走路 是用双脚走路的 所以人家说金狮猴 是孙悟空的后代 这个很像孙悟空 这个很像孙悟空 好 金狮猴等到摄影机 一照了他是才发掘 他不但美丽 而且他不怕人 金狮猴不怕人 金狮猴会去玩 摄影师的包包 去抢摄影师的 这个镜头 他完全不怕摄影师 对 但是金狮猴 你看走路这个样子 他双脚走路 看像不像孙悟空 像 这样吧 孙悟空走路就是这个德性 是 所以他是最像孙悟空的 猴子本来是四肢的 他就两脚走路 太特殊了 但这 这样两脚组 这么开来金狮猴 现在为什么要绝肌了 也影响了吗 影响他的生气息地吗 不是 主要因为第一个 他的皮居然可以除湿 皮可以除湿 金狮猴的皮可以除湿 而且他内脏跟骨头 都是最好的药材 所以你要烂裂他 是 他现在快要绝肌了 结果你现在把鹿江 他的栖息地 咔嚓 给他断掉 断了金狮猴的生路 好 这里除了金狮猴 除了这个雪豹 雪豹 还有野生的猫熊 猫熊很难得得到野生的 就这里有野生的 这野生的猫熊 你拍他的时候 伊斯坦拍他的时候 非常难拍 为什么 他非常害羞 你看 他要穿雪豹的衣服 要穿熊猫装 熊猫装 不但要穿熊猫装 你绝对猜不到 他们还在身上 撒熊猫的尿 还在身上涂熊猫的糞便 就让你的气味熟悉 气味熟悉 他才能够接近野生的猫熊 去拍这个猫熊 他真的穿猫熊装 穿猫熊装 这么近距离的 开到野生猫熊 这不得了的 好 除了雪豹 这些还有很多 猫熊 金狮猴 还有譬如说 什么珍贵的黑熊 各样 这里还有黑熊 还没完 这里有中国大陆一半的动植物 所以我告诉你 什么天山雪莲 最好的药材也在这里 最好的药材 都在这里 你看看黑熊 看到没有 好大的黑熊 这里还有黑熊 对 这里还有黑熊 而且也是很珍贵的黑熊 所以最好的药材 什么金献莲 什么你能够想到的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是 鹿江一截断 不断是截断了 下游 这个东协各国的生计 也把动植物的珍贵的 濒临的这些 全部都断他们生计 所以 现在中国决定 要对鹿江动手 全世界环保团体 都在发露了 最近印度非常的火大 那他不是说在 雅鲁帐步江那个 恒河的上游吗 是 他盖了一个帐木大坝 帐木大坝呢 是山峡水量的93倍 然后高度是高 100多公尺 发电量是9倍 就盖了以后呢 印度已经很火大了 中国说 你不要紧张 我在雅鲁帐步江 我还有一个计划 叫做39支流计划 你说帐步水坝 只是其中一个 对 然后雅鲁帐步江里面 剩下了39条支流 我都要吃掉 我都要吃掉 滴水不漏 所以滴水不漏呢 他最近又做了一个叫做 脱落水利工程 脱落水利工程 在日课者那边的一条小溪 那小溪呢 他一样的从成都 用火车 用飞机 送了很多混凝土 倒了以后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 又把脱落那边给拆吧 你说那个混凝土还要从远地方送过来 西藏没有生产啊 没有生产之后把你拦住 拦住之后呢 他已经最近呢 两年半的时间已经合融了 合融之后呢 他这个水呢 他开始要做沟渠 这沟渠呢 引到日课者一带去 保杰在整个西藏那边呢 中共觉得说 我最重要的是 我移民十边 对不对 我的军队 我要随时防范印度的时候呢 我军队是随时要有粮食的 那随时要有粮食怎么办 日课者 拉萨 林芝 还有大峡谷那一带 四个地方都是干瘾地区 那干瘾地区 我就没办法用粮食啊 他就把水的大坝 攔下来 让你印度没水喝 我沙漠变绿洲 小坝滋流 我就发展成绿洲 他把它变成四大绿洲 到时候中共二十万的大军 就在直接在这边囤田 直接地吃这些水 这就是中共现在 什么要干下去 所以他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一个印度 就觉得已经够火大了 你说这是第一个 另外还有三十八个支流 都要这样子拦住 而且最火大的是 这五年来 印度每次说你到底在哪边要干 你到底要怎么弄 中国告诉你说 对不起 这是机密 我高兴的时候我就干 然后他不但是在三峡 这个鸭肉大墓江这边 是这样子的干 包含鹿江 包含青沙江 都是这样干 也要这样干 也要这样干 而且最可怕的是说 他不是说只是盖这个大坝而已 他每个呢 比如说他里面的闽江 闽江 你知道他刚刚有一个小盒 叫闽江对不对 闽江你知道说 他刚刚要盖他电梯 要盖几个吗 几个 一百一十七个 他以后呢 你知道中国的时候 你就发现是全部分 四川的闽江吗 四川闽江他也要盖 他也要盖一百一十个 因为他要盖一个井坪大坝 井坪大坝之后呢 整条闽江对不对 那个水呢 我通通要用这个电梯 以后中国呢 你去坐船的时候 你发现中国坐船呢 你就是走进去之后 要坐电梯 坐电梯 倒一边去 走进去之后 那等于说三峡大坝水电梯 只是第一座而已 未来就有很多水电梯 对中国就想说 他这个三峡大坝做完之后 他全中国就盖了这五十几座的大坝 那同样的呢 当这个盖完之后呢 我们看看其他地方 原来这种升降的水电梯 很多地方都有 现在中国要大量 把这种旋转的船机呢 把它给带到中国来 是的 他们如果超级大坝 他就刚刚用的是 三峡那个水电梯 直接拉过来 那一般的河流 他们就有很多 其实包括中国呢 总共有八万五千个水坝 那八万五千个水坝 如果你那种船呢 慢慢走慢慢通过 他的船运都没办法 所以他现在也在研究 全世界有这种 超级的旋转升降船 就是我在这边呢 船呢就这样带过来对不对 是 那带过来到了一定的水位之后 我就在这边出去 然后下面呢 从水里面出来 然后呢就一样的 再转过来 那中国呢现在就是说 他呢已经把大自然的东西 全部把你改装了 改变掉了 一切的东西就是 中国相信 党是无所不能的